这小孩不好好读书 被父亲叫来和他学习钻兵打洞 体验一下挣钱的不义 儿子也是除了读书不行 样样都学得有模有样 可下一秒 攥出来的碎冰上像是淋上了草莓酱 直接变成了草莓爆冰 父亲赶紧扒开积雪一看 一具尸体赫然出现在他眼前 布谷组合很快来到案发现场 小谷发现 死者的眼眶被什么东西给击碎了 并且他在被抛尸壶中时就已经死了 这时 布斯发现死者脖子上的项链十分眼熟 慢慢的 他回想起一个月前的一场冰球赛场上 一个人直接将实习生撞翻在地 可裁判却熟识无睹 布斯立即冲上去和那人battle起来 死者正是和布斯battle的皮尔斯 布斯瞬间成为了嫌疑最大的人 尽管谁都不相信布斯会杀人 但为了避嫌 领导还是将布斯从本案中抽离出来 安排了新的探员辅助小谷 实验室这边 小米根据苦难程度判断 死者在被冰冻的五天前就死了 而湖面是三周前才开始结的冰